到了凯米台风的影响 香菜价格不断高涨 台风浅1公斤60元 昨天竟然飙到破千元的天价 现在卖猪血糕的业者 他非常需要用香菜 非常的苦恼 连线给记者蔡俊奇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等你来关系 在台风天 如果你近期想要吃到 蚵仔蜜酸或是猪血糕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说 有些店家好像怎么没有放香菜呢 主要是在台风天过后 这个香菜的价格真的是涨翻天 现在8月7号开始 这个拍卖价还突破了1000元 所以现在很多店家 他们都不敢放香菜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 这个田不辣店 其实看到原本的照片上面 是有放香菜 猪血糕是有夹香菜的 但是现在我们来到 这个店家我们来看看 其实现在他们猪血糕 好像是并没有放香菜的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店家卖的猪血糕 那其实旁边还是有花生粉的 但是现在并没有加香菜 主要就是因为 业者会觉得说成本 真的是变得好高好高 所以现在香菜突破千元 他们也不敢加香菜了 那详细状况我们来问问业者 姐姐你好 我们想跟请教一下 你们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嫁赏 上个礼拜而已 对 价格的时候就上个礼拜才开始 大概涨 600块 现在 他决定什么时候 还不想说要花 可能下一次吧 有比较低点的时候 大家等价格回稳之后 大概会觉得说 大概多少价格 你们是会选择在往香菜 差不多也回原来的 价钱这样 好 那我们可以听到 跟业者说 其实在上个礼拜 这个香菜 大概到600块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提供 这个香菜的 不过呢 其实最近的这个价格 不断的往上涨 现在呢 涨到呢 这个拍卖家 要扑破1000元 所以呢 他们暂时呢 就不加香菜了 那包含呢 其实像很多的 这个阿米萨的店啊 还有呢 这个猪血糕的店 也用到香菜的店啊 其实他们现在呢 都暂时不供应了 那也希望之后呢 这个价格能够回稳之后呢 才继续供应给民众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 先把时间镜头 交缓捧